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本周四 香港占中民主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 黄之锋 罗冠冲和周永康 分别被判处六到八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 有评论称该判决 可能使他们成为香港首批政治犯 这是香港在中共统治下 争取政治自由所遭受的严重挫折 是北京对香港法治的破坏 和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反击 人们不仅要问 香港的一国两制还能走多远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香港法院审判赞中学生领袖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 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宜良教授 下面有请夏教授 夏教授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您如何评价香港高等法院上售厅 对黄之锋、罗冠冲和周永康的审判 我们知道在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度里面 经常会有一些民众的这种抗议示威 尤其是青年学生往往都是首当其冲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学生的集中抗议 如果没有对这个个人的财产 或者生命安全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那么这样的这个抗议活动应当是容许的 那么根据很多国家的这个 不同的法律和规定 对这样的一些行为 可能会有一些约束或者惩戒 这个惩戒呢 往往跟形式没有直接的关联 那所以呢罚作这个社会服务 或者社区服务去这个工作多少个小时 几十个小时、上百个小时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现在呢 香港法院改判为这个有期徒刑 虽然讲情期不算长 但是呢 这毕竟是因为言论、自由、示威抗议活动 而造成的这样一种这个判刑 所以这种情况让我们感到很震惊 如果要讲我们也有一些意料的话 意料之中的事情的话 那就是香港自从这个习近平这个接任以来 香港的这种原来的那种这个自由啊 新闻出版、劫色各方面的自由 都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我们知道在这个习近平任上 有跨境去抓捕这个香港出版人 书店经营者的这样的一些案例 包括是抓捕的人对象呢 甚至还包括外国公民 这种做法呢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香港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香港 当年邓小平曾经说过 这个一国两制 50年不变 100年不变 其中他尤其强调的是 很多的这个私本主义的方式 都能够持续的继续延续下去 那么延续到现在我们看呢 还没有到50年 现在仅仅是20年香港的这个倒退 就是背离自由的、法治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现象已经是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 那么现在像这三位学生领袖 他们年龄都很小 20出头 其中这两位我还见过就是罗冠冲和周永康 他们在2015年4月份曾经来过这个华府 就是大号地区开会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还了解了很多 他们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 那么这两个这个年轻的学生 给我的印象都是彬彬有礼 非常的儒雅 他们根本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刺头 闹事的流氓混混地痞 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法律 如果惩戒的是担当社会责任 敢于走在前列的一些 具有独立思想 独立精神的这些青年学生 而不是对这个社会造成 这个重大的破坏和影响的 负面影响的那些地痞流氓恶棍 那我们这个法治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是维护统治者专制的这个这种利益呢 还是说给国民给老百姓 有这样一种康复正义的这样一个期望呢 所以我觉得在香港 我们知道香港过去有很好的法治传统 一百多年来 这个港英政府那个时候 给香港呢 这个带来了很多现代社会 文明社会中的一些法则 这些法则到今天仍然在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 中共如果这样大规模的全面的破坏 这样一种法治精神 那么香港的这个居民将来 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所以现在不是出现了一个趋势 就是说港独这种趋势 那个港独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难道就是这些青年学生造成的吗 为什么大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力 就是无论是香港居民 还是年轻的一代学生 他们为什么不认同中国大陆 不认同这样的一些政治理念 不认同这样的一些做法 甚至呢 他都不认同成为同样的中国人 所以他们现在说自己是香港人 不愿意再认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国民 所以这我觉得应该是让中国的老百姓 都要好好的进行思考 到底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 如果我们的香港跟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省份 任何一个城市都一样 都是完全按照这个中共的旨意去做事情的话 那香港的这个独立价值何在 香港的这样一个在世界人们心路中 最自由的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地位 他能不能保持 夏教授您看啊 去年有两名异议的这个议员被取消了资格 因为在宣誓上可能有些不当的举措 而上个月又有四名反对派议员被立法会取消了认职资格 那么黄之锋 周永康和罗冠冲又被高等法院所审判 这些行政行为的做出都是来自于香港政府或者司法机关 但是我们似乎隐隐感觉到背后有中共这一张手实际上在操控着 您有同不同意这种看法 对 我们觉得在过去的几年里边香港的这种从政治法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迹象 这种倒退恰恰是中共这种试图用权力用中共的这样一种统治模式来直接粗暴的干涉香港的运行 包括对香港居民的这种理念进行粗暴的干涉 包括中小学生教科书的修改 还有很多方面我们越来越看到这样一个迹象 包括对香港的中小学生进行军训 那么军训以后穿的那些军服 然后要唱什么样的歌 有什么样的一种宣誓 我觉得这种做法都是想把香港变成大陆 也就是说这个洗脑教育已经朝着这个香港延伸蔓延 那刚才讲到了这个立法会议员 这个受到中共的这样的一种 实际上用各种各样的莫须有的罪名或者一些理由 来想办法把他们也就是那些不完全听话的人要清除掉 那我们知道这个港英政府过去呢 当然有过在总督制下面对这些官员进行任命 但是总的来讲它体现了一种法治精神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完全不是 是在一个专制中共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体制下 对这个香港的政体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进行挑战 那么讲过去这个行政长官的这样一个提名和这个选举任命过程 可以看出有了很大的不同 第一届的时候中共还有所忌惮 还是很小心谨慎的对待这个问题 虽然呢其实他们已经内部清定好了 就是董建华 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越来越明显了 那么就是说对于他们不满意的人选 不听话的人选 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香港的行政长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就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附庸 一个唯唯诺诺的啊 就是说一个小官僚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一国两制的这种制度的 本来说是一国两制 它有一个彰显的 就是中国中共能够容忍不同的体制 容忍不同的意见 但是这种这个符号象征性的意义 现在也都不存在 所以说如果一切都按照北京的旨意来办的话 那么香港无论是官方 还是说香港的媒体 就只能成为传声筒 成为这个应声筒 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 夏教授 黄志峰啊在判决前 他曾经说过 现在的香港已经从Law of Law 变成了Law by Law 这两个法治跟法治啊 虽然字发音相同 但是它的意义啊似乎并不相同 您怎么评价 我过去还专门写过相关的文章 这个法治治理的治 就Rule of Law 这个它强调的是一种法治精神 也就是说什么叫法治呢 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没有任何一种权利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也就是过去人们说的 法律前面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理念 但是呢这个如果要是讲说是Rule by Law 那意思就是说用制度的治啊 就是法治制度的治 那就是说在现行的这种法律体系内 严格的按照法律的那个含义 去阐释去执行 那么就是维护现行的法律 这种说法呢 当然它要跟法治来比的话 是有很大的差距 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即便如此 中国呢目前是既没有 完全没有这个法治 更没有这个Rule of Law 就是这个治理的治 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说 中国现在有法律没有法治 这个包括连没有这个 没有按照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去执行 有法不一 就是说这个往往呢 法律判决的这个结果呢 也不能遵照执行 那这在中国大陆 已经是看到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咱们不说过去文革时代 毛泽东时代 就讲改革开放以后 在逐渐的倡导民主与法治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 中国公布了那么多的新的法律文本 现在是汗牛冲动吧 就是法律文献 但是有多少法律是在实际判例中 判案中真正的体现了这种法治精神呢 是有多少是真正的按照 中国自己制定的这种宪法和法律在办事呢 所以说中国呢 现在既没有法治 也没有这个没有治理的这个治 也没有制度这个治 两个都不存在 或者讲后者呢 如果要讲有一点 那也不足以来这个维持 这样一个人们对法治的这样一个期望 所以呢 现在呢就是有法律 但是呢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体现 法律这个 他所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 有多少呢 按照法律的文本 或者按照这个现行的宪法 能够给国民带来这个 这个法律上面法治方面的正义 这种公平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夏教授 我很赞同您的观点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 我们总说香港没有民主 有法治 其实香港也是有民主 无非它的民主是延续了英国人 一直为民主所制定的一些原则 否则我们很难理解 那里法治从哪里来 所以说香港是应该有民主的 而法治我们说 目前黄之锋说 是一种制度的制 或许在香港还是成立的 但是在大陆 其实更加不同 大陆虽然就是 法治跟人治的问题 所以更多的体现出 人治的问题 这个跟香港性质 或者层面 应该说还是有不同的 我现在想想您请教的问题是 因为现在很多香港人很担忧 您看铜锣湾事件 以及中国否定中英联合声明 包括习近平到香港 做了阅兵和讲话 都是能不能感觉到 这个一国两制还能走多远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看到就是说 如果按照过去说50年不变 那应该是香港的这种 一国两制的这种特别的模式 应该可以延续到 这个2047年对不对 那就现在还有这个30年时间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在20年的这个节点上 已经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再不要再说更加久远的未来 那么就是说 现在这个在全面 把香港全面转变为大陆的模式 这个有的时候呢 说你是一种这个怎么讲 潜移默化 这样的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么这个渐进的过程呢 有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没有意识到 它是一点一点的 一个案例一个案例 一点一点的在这个退步 但是在某个时点上 它可能会加速这样一个堕化的过程 一个退化的过程 倒退的过程 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迹象呢 相当的明显 那么一国两制 如果要是讲香港人 不能发出自己的心声 不能够自由的表达 自己的这种理念 价值 追求 那么这样的话 一国两制就是完全是 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 我们回顾一下当年 在97年到来之前 大家我们知道这个港英 这个过去呢 到底是如何治理 那么在1984年的时候 这个英国的撒切尔首相 和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 邓小平 进行了重要的会谈 在人民大会堂 那那个时候就决定了说 最终在97年收回香港 那么后来呢 香港的那些富人们 听到这个消息 已经成为定局之后 就产生了一种心理恐慌 所以出现了一种 大逃港的这样一个现象 这种现象到今天 还有人可能记忆犹新 所以有人说97大县 快要到了 家里边稍微有点钱 有点底子的人赶紧跑吧 所以很多人就是加入了英国国籍 迁移到这个包括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各个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一段时间 加拿大的那个房地产 那个价格啊 被这个逃港的人 给炒了翻了一翻还两翻 这种情况呢 就说明大家对未来没有信心 当然后来这个一段时间里面 由于中国还在搞市场经济 所以呢 有些人觉得没有那么可怕 慢慢的看了看风向以后 又有很多人陆续回到了香港 从加拿大呀 从澳大利亚等国又迁回去了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呢 后来发现中国又开始 向左的方向迈进 比如说从胡温时代就开始进行这个国进民退运动 就大量的去搞这个就计划回归 逆市场化的行为 那么到了习近平上任之后 更加变本加厉 一步一步的倒退到文革时代 毛时代 那么有的人说 现在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可能不再向毛时代倒退了 他要改一个模式 改向这个普京时代 这个转变 那普京时代 无非也就是说 这个以一个表面上 这个有一种 有所进步的这种制度 来维护实质上的这种独裁统治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要成为终身领袖 他是不是从十九大之后 就否定以后再设立任何的接班人 而且在权力上更加集中 就是像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政治游戏 由这个普京一个人来决定 俄罗斯的政治上的这种格局 对我想的这一点就是 香港这样的一个变化 无论是香港这个制度的内部变化 还是说外部的体现 都能够反映出 未来的这样一个政治趋向是什么 有人讲这个 如果要是讲香港 真的是越来越多的 向这个港独方向去迈进的话 那么这个 如果要讲责任也好 或者讲贡献也好 谁的责任和贡献最大呢 当然是中共和习近平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把香港 一步一步的逼向港独的方向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 在心理上不认同中国大陆 不认同中国的政治模式 甚至都不愿意做中国人 所以这样的话呢 造成这种分裂和独立的 这个罪魁祸首是谁呢 肯定是中共 是习近平 而不是普通的这个香港民众 更不是这些 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领袖们 前部就我采访了伊丽夏提先生 伊丽夏提先生呢 是一个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士 他跟我说了很多中共在新疆的暴政 确实令人触目心惊 其实在香港啊 也很多市民主张香港独立 对待这种要求民族独立的观点 您的看法是什么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人是生来与生俱来的 具有这样一种平等的权利 所以呢他们有权利来为自己的自由 为自由的权利而战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有谁敢于剥夺 一个国民的自由和权利的话 那他不是这一个人的敌人 而是所有国民的敌人 所以我们这一点就是说 像胡适枝先生曾经说过的 就是争取你的自由 就是争取所有人的自由 这都是平等的这样相同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众过去 更多的是觉得事不关己 别人家受到了侵害 别人受到了伤害 跟我本人没有关系 甚至很多的这个作为父辈啊 年长的人都会劝阻自己的 这个家里面的年轻历代 说不要去多管闲事 他没有弄到我们头上 我们不要去管 大家都是这样一个心理的话 就难以形成一种群体的抗争力量 所以这样越来越多的话 造成了这样一种 就是人人呢 这个自保 但是人人其实无法自保 同样的道理 我们用到民族问题上也是这样 当汉族人受到迫害的时候 他们呢 没有办法反抗这种强暴的统治者 那么如果看到少数民族 受到迫害的时候 汉族人不但没有去 出于公义 出于这样一种正义感去阻止 反而内心有一种侥幸 甚至幸灾乐祸 觉得你看那帮人 他们还不如我们 他们的权力各方面 他受到的迫害程度比我们还要厉害 反而自己偷偷的一种暗自庆幸说 幸亏我是汉族人 幸亏我不是维尔族人 不是藏族人 不会像他们一样受到欺负 这样的一种心理呢 造成了一种麻木的 一种没有人性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作为人 大家既然要承认这个人人相等 对吧 就是说这个基本权力上都是相等的 那在这情况下呢 那就应该考虑到 不管是哪一个族裔 不管是哪一个族群 我们都应该在这个基本道义上 与支持 过去有一个叫马丁牧师的 曾经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言论 在波士顿一个纪念碑上面 都刻下那样的字 对吧 那个话我也不想每个字都重复了 大概大意就是说 当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 我说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没有去发声 当他们去追杀基督徒的时候 我说我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也没有发声 等等等等 等到当他们来追杀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 就是这样一个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无论是江独 藏独 蒙独 港独 他为什么要独 如果要是讲你这个国家的治理 这个国家的制度 这个国家的这种保护 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的这个做法 都能够深入人心 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的 和谐的发展的话 那还会有人要求独立吗 一个国家很大 如果到哪儿呢 都是到处都是友爱 到处相互都是这种资源 帮助 爱护 那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去独立呢 大家想一想 在一个封建制的大家庭里边 家长的那种严酷的那种统治模式 让自己的子女简直是无法自由的呼吸 无法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的话 那么他们总是内心是期盼分家的 那么威严的大家长 哪怕到了八九十岁 他还希望自己的家族不要分裂 他的家族哪怕是五代同堂了 所有的人 几十个人 上百人生活在一个大宅院里边 每个人都感到的很压抑 没有办法正常的自由的生活 那作为最高的统治者 八九十岁的这个老家长 他还不希望分裂 他觉得这样 你看看我们的家庭多和谐呀 多庞大呀 几代人同堂啊 但是你如果要是给他们一个自由表达的这个机会 你说你们想不想分家 我相信很多子女都会说 我们一定要分家 这个例子不一定非常的恰当 来比这样一个国家的关系 因为本来有些这个民族 就不是中华所谓中华大家族中的一个子女的身份 不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你比如说藏族人 他们就讲 他们的历史是一个独立的历史 藏族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 这个呢 汉族人和藏族人的说法不一样 西方的学者说法也不一样 所以至少我们看唐朝的时候 唐朝这个皇帝把自己的女儿公主 嫁给这个松赞干部 这就说明了什么 这就说明了就是说这个 那个时候至少是两个国家 而不是一个国家 从唐代到现在一千多年了 对吧 一千几百年的历史 然后你又说这个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这是自欺欺人的 稍微有点的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说 而且在西藏高原 清藏高原上面 汉人 你在那要想这个奔跑啊 有大的活动 跳跃 你就发现空气不够 太稀薄了 你都没办法 有的人刚去的时候 就是连气都喘不过来 连铁青的 有的还要这个流鼻血流的很严重 那为什么藏族的孩子 从一出生就能够在那欢蹦乱跳的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他们足足备备生长的 他们的遗传基因里面 就包含了这样一种抗欲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能力 而这个汉族人没有这样的一个与生俱来的能力 就说明这个国土 这一片土地 并不是说历史上就是属于汉人 那么后来随着汉族的这种经济啊 势力的强大 慢慢的进入到藏族地区 大量的汉族人迁移到藏族地区 与他们共同生活 这是后来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能说 这个历史上就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说如果是讲这个一个好的政体 比如像美国 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加州 美国加州原来就属于墨西哥的 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州就更不用说了 对吧 很多都属于其他的地方 但是美国人无论是你花钱 还是用暴力夺取了这样一个土地 那么如果治理的好 那他的子孙后代也认同你 那比如说印第安人现在没有问题了 印第安人得到了这个足够的补偿 包括各种各种各种各样的道歉 那么印第安人的这种地位 他们的这种价值观也是受到了一种反思 然后重新的来定位 那么其他的 刚才讲到像墨西哥人的西裔 Latino 就说西班牙语的这些南美洲 墨西哥人的后代 他们在美国生活的非常好 就是说各种权力跟这个白人 安古鲁沙克森白人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说在这些方面 那就是说中共究竟要走哪一条路 如果要是讲有这种反省 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大的视野 那么将来有一天会容许 像其他的任何一个族裔 我们是56个民族 除了汉族以外 还有55个所谓少数民族 如果这些人都能跟汉族人一样 有平等的权利 平等的这种各方面的 这种自由发展的机会 那他们还会要求独立吗 他们也独立不了 他们不想独立 我过去在2012年9月份 曾经去这个达兰萨拉 就印度的达兰萨拉 去拜见这个尊者达赖喇嘛 他跟我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就反复的问他一些 最关键的这个问题 我事前准备好的 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说人们都传说 说你是主张独立 你主张这个大藏区 问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他非常明确的回答 他说他不主张独立 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自治 就是当年毛泽东 总统来刘少奇 他们很多人当面跟他讲的 说一定会给你真正的自治 他说我要的就是真正的自治 他说这个我没有说 这个大藏区这么全部 要把汉人赶走 而是说在这个遍布藏人的几个省区里边 应该容许藏人在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管理方面 能够有真正的体现 而不是说让汉族人担任最高的领导人 藏族人呢只是作为一个陪寸 而且他还特地跟我强调了 他说如果藏族寻求独立的话 我们现在的这种经济这种状态 经济的能力都是不足的 他说如果要是讲 中国能够给这个藏人真正的自治的话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经济环境里边 藏人的经济也能得到足够的发展 他是这样的考虑 我就说这点呢跟我们过去外界 尤其是中共多少年的这种抹黑宣传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这个尊者呢 很早就提出了中间道路的这个理论 但是没有多少人 就是中国大陆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 或者至少听说了以后 又被这个中共的大外宣进行这种污化 所以这些东西呢 关于这个独立 关于这种 包括刘晓波我们那个08宪章里面 所主张的就是未来的中国 要成为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 那就是说至少要给各个民族 一个独立自觉的机会 就是说他们可以到时候 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去留 他们可以留在这个中华联邦里面 也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新的政体 新的国家 这是完全是由这个居民 所有居民的这种意愿来决定 而不是由少数人来决定 所以呢这种分裂国家的这种指控 是一种专制统治者的一种恐惧 他们不容许人们有表达的机会 就是说就好比我刚才前面举的那样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大家庭 作为家长来说 他应该容许成年的子女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可以选择留在这个大家庭里 也可以独立的成为一个新的家庭 这个应该权利应该交给 这个否则的话 你就是剥夺自己后代的权利 是不是 你有什么道理到八九十岁了 他不容许你已经成年的五六十岁的子女 有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 所以这个道理是完全不存在的 那么就是说 关于独立还是统一的问题 或者讲是存留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的 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永远都是一个可以商讨的问题 而不能成为禁区 那么在中国很多问题都是禁区 是不容许你讨论的 你只要讨论了 他就认为你的思想是反动的 是分裂主义的 是叛国的 卖国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老百姓哪有机会卖国呢 没有卖国的这样一个机会和资源 只有统治者才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很多的这种 本来一个国民应该了解的事实 都把它混淆了 就是我想中国大陆几十年洗脑教育的一个 所谓的成功 就是让中国老百姓一般都认为 很多国家的重大事务 都是由国家领导人就可以做出决定 不需要让老百姓知道 不需要让老百姓参与意见 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就是国家所有的重大事务 都是可以公开讨论 那你说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机密的 为什么说只有很小的范围知道 那也是由国民派出的代表 他们选出的代表 一种授权 让少数人能够高效的 比较这个安全的来做出决策 这个并不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就剥夺了所有国民的这种权利 而是一种授权的过程 Delegation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夏教授有几个思思乐点 想请您点评一下 一个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朱英国去世了 中共的常委除了王岐山以外 其他都送了花圈 表示挨到 所以有很多海外的评论 就认为王岐山可能出事 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过去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名单的变化 一些出场的变化 来猜测哪些人出了什么事 我记得在习近平这个正式掌权之前 也曾经出现过大概一两周 可能还不止一两周时间 习近平突然就消失了 各种本来安排好的这种外事会见都取消了 所以当时人猜测习近平出了什么事 直到今天说实话 公众也没有搞清楚究竟这怎么回事 但官方也没有给予这个经济的解释 那我想那个王岐山呢 有的时候他一段时间不露面 有可能他正在办什么大案要案 人们不希望 就是说或者讲他不希望人们了解他的这个行踪 有的时候呢 生怕是打草惊蛇 因为他正在涉及一些重要人物的这样一种反腐大案 那搞不好的话走漏风生就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相信这个王岐山可能不久就会现身 所以这种猜测呢 他是没有多少这个依据的 再加上关于这个十九大 到底王岐山到底是留任还是会这个退休 这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前一段时间说比较乐观的信息 就是说这个王岐山还会继续留任 而且还要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又有一种传说 说王岐山说完全退下来了 那么如果说完全退下来的话 那将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 那么就是说大家知道他反腐得罪了很多人 得罪了很多高官 那么将来如果他失去了一切权利 他本人的安危也是一个问题 他自己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会被当做这个贪官来进行处置呢 进行报复 这种完全是有可能的 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 就是会不可能他到时候出逃 逃到哪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地方藏起来 所以这些情况呢 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中共的这样一个政治 经常给人感觉的是一种黑箱操作 不公开不透明 所以我们在十九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呢 大家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猜测的空间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十九大在九月中旬顺利的召开了 其实到现在也不过最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呢是非常精彩 各种各样激烈的这个争斗啊 传闻啊 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 应该说酒后饭后的一种谈资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夏教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 邓福德 16号了 到这个中朝边境的中国战区啊 进行访问 所以也引来了很多网友朋友的关注 认为是不是啊 这个美国要联合中国对朝鲜发动一场战争 您的看法是什么 呃 我觉得美国进行重大军事行动之前 通常都会跟一些相关的大国啊 相关的国家要进行沟通打个招呼 所以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能排除 呃 包括这个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专门会见了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不但是国家元首也是军事上的最高首长 呃 所以在这种军事上的这种沟通 包括还要跟中国军方的一些实际负责的一些将领们见面 所以我想这个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打这场战争 有可能呢 是加强这种呃 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呃 军事上的协调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不知道他最后会发生什么 但是现在呢 就是一方面呃 看到几个国家呃 呃特别是韩国的总统文在寅 已经表示说如果要是讲美国对朝鲜发动攻击的话 应当让这个韩国人表达自己的意愿 要征求韩国人的同意 呃这个话讲的是比较突出的比较鲜明的 我们也知道文在寅他是一个不主张布置 呃萨德导弹系统的一个总统 所以呢他说这番话呢 他是非常希望避免这样一场战争 他觉得这场战争如果打起来的话 那最终遭受损失的是朝鲜 同时也是韩国那个两个这个呃 经济体呢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 所以他不愿意见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现在呢美国军方呢也是不想打啊 说实话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啊 或者讲美国这个国家利益会不会受到一些损坏 这个都是让他们感觉到难以这个尽快的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障碍 啊那中国呢当然也不希望打 所以这些这个情况呢造成这个本来说人们猜测 在今年上半年要进行的战争 现在拖延到下半年 而且下半年到目前为止啊 到底打不打 像连朝鲜的这个舆论现在也有所和缓 本来说要对关岛进行这个打击 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些啊其他的说法 所以我看呢这个还会向后推延 啊近期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在9月1号以后啊 劝诫美国公民不要进入到这个朝鲜 也不要进入韩国啊 而且已经有的这些美国居民呢应该尽快撤出这个这带区域 所以我想呢这个两种准备都是有的 就是打还是不打啊 但是至少这段时间里面是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关注啊 到底会朝哪个方向去发展啊 所以我个人来看呢就是如果要问我个人自己的偏好和意见 我觉得有的时候拖延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 可能要早一点下决心来解决 所以我呢还是倾向于早打啊 早一点解决朝鲜这个毒瘤清除这个毒瘤以 以免未来造成重大的隐患 夏教授网上啊又爆出啊郭文贵 贿赂英国前首相托利布莱尔有些音频又出现了 您对这个视频怎么看 我看了一些可能是他身边就郭文贵身边过去的一些助理或者是情人 他们这个在所谓叛逃之后的发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包括原始的票据 这个原始票据当然是真实的没办法伪造 所以这个郭粉们过去是否认一切事实 就是一切对郭贵不利的录音啊视频啊文字啊 他们都说是伪造的 那么我们看这次他是没有办法否认 而且布莱尔本人如果要是讲这个都是伪造的 现在这个西方媒体已经接触到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来源 包括这个推特战绩 他点名的把这些都发给了这个英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 那我也帮助他转发到一些这个主要的英国媒体 所以我想他不可能完全不知道 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情的存在的话 那么如果又置之不理 那到底说明什么问题 所以我想托尼布莱尔可能他的声誉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当然呢他本来作为一个政客 他的声誉可能在有些方面就已经不佳了 再加上这些事情 包括过去的一些传闻跟邓文迪有什么私通的这种嫌疑 这些情况 我觉得这个布莱尔这个人确实在英国政客里面 也算是一个比较烂的人了 尤其是贪这种便宜 接受郭文贵给他买那个五套西服七条领带 然后又那个搜索礼品十一万多英镑 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确实很烂 然后他帮助郭文贵去拉关系 建立他跟阿联酋之间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包括金融方面融资方面的这些计划 所以布莱尔呢 将来如果全部事实被披露之后呢 对英国的政界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呢 也是一个震惊吧 一个一个接仇 所以我们希望呢 尽快有更多的这种曝光 把这个那些丑暴暴露于阳光之下 各位观众朋友 夏野良教授为我们分析了香港高等法院 对占中学生领袖的审判 他指出该事件体现了中共当局 对香港的政治管控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前景令人担忧 当香港人民的民主化要求 超出了中共当局的统治底线 一国两制就会变成一国一制 香港人民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王岐山的身影引起了各方的猜测 但是过度的政治解读是没有依据的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野良教授